耶稣是怎麽死的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包括早年的长歌 做人和经常进出教堂 看这麽多经书神学理论等等 可能我做了二三十年这些东西都搞不清楚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时代一直在转变 你所谓叫进步 开始有人提出一些信念 一些理论 一些事实的数据 最新发现的古代的资料 令到我们更加深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的问题 耶稣是怎麽会死的呢? 传统的看法 傻的你问这个问题 耶稣降世成为人 去救赎我们 你去教堂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好了好了 是了他要钉十字架 怎麽死呢?他钉十字架 他怎麽要钉十字架呢? 有没有问他这个问题呢? 那么长哥在最近生命这个阶段 看到其实原来 耶稣死了会上得十字架呢? 就是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 这个美丽或者很丑恶的误会 那些人怕他夺权做君王 那时候耶稣那里是殖民地 来的嘛 你在这儿搞煽动搞暴乱 那当然会动你咯 对不对? 那为什麽会煽动搞暴乱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跟耶稣听耶稣说嘛 他们的人以为 他们整班人跟耶稣是以为 他们都可以跟着他解放我们这个民族 他们当正耶稣是政治的救星 但耶稣明显就不是来搞政治的了 那些人以为他搞政治 所以政治方面才动它 才先下手为强做低它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理论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参考的 这些不是互相排斥的 不过想多一番可能是很有用的 就是什麽呢? 最近有人提出耶稣是动保的先锋 动物保护 在2000年前当很少人 很少有宗教领袖或者知识分子 提出的时候耶稣已经讲了 我们要爱护动物 耶稣之死就是因为他太高调爱护动物 说不是吧? 你说怎会这样呢? 我收到很多的资料 我好多谢我的拍档Chairman 不断地提供这些资料给我们 在这条片的连结的文字版上 我就是给了连结给大家看的 就是因为一次过讲不完 一讲就讲几个小时 几十个小时都讲不完 说什麽呢? 就是为什麽耶稣其实是为了保护动物 而命都没有了 那条命是因为要爱护动物呢? 你听一听一听 首先想一想 为什麽耶稣是这样出生的 为什麽耶稣在哪里出生的 不是在希尔顿酒店 不是在五仙级 他就在馬曹出生 你說這麼對 歷史記載這些東西 就是了 天主是萬能的 跟他訂一間套房幾容易 五星級酒店的套房 但為什麼搞到他們臨盤的時候 竟然這麼狼狽 每間客棧都說沒位 趕了他們出來 他們要蹲街 幾乎在街邊那裡出生 耶穌終於找到個馬曹 馬曹喔 那裡是不方乾淨的 現在你們教堂擺出來的那些好心 哪有這麼麽麗麗 哪有這麼可愛的地方 那麼舒服 不是咯 好了 他就是特意選擇一個很卑微的 很不見得人的地方 和動物在一起 是馬曹 那裡是有些馬的 外面周圍是有很多羊在那裡放肆出來的 他是在動物中間來到這個世界的 不是在人中間 他們不是在油麻地 又不是在馬加利醫院 周圍是沒有人的 只是很多人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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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看到 他是一個幾不同的社會運動家 聖經記載 他不斷地用動物做比喻 我不詳細引述這些了 讓大家可以看這些資料 譬如施洗約翰幫耶穌洗禮的時候 讚美他是上帝的羔羊 和上帝的靈象是一隻白鴿 降臨在他的身上 耶穌經常很同情很尊重那些 被人租賊的可憐動物 其實本來有很多這些故事 但是過去2000年 聖經被人嚴重散改過 這裡又剪掉了 那裡又加些無厘頭的東西下去 其實今天你只看新約 就看不到多少 只看到冰山一角 其他後來找出來的資料 證明不是這樣 現在有很多這些證據 我在這裡又不詳細講 只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值得講的 就是耶穌是犧牲自己的聖命 去解放動物 所以他是解放動物的先驅和主堡 為這個運動而犧牲聖命 根據馬太福音說 耶穌就告訴那些法尼賽人 我要憐憫 不要犧牲 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犧牲 犧牲 犧牲就是殺死動物去祭神 耶穌說這樣做是錯的 那時候在聖殿那裡 那些小販在那裡賣動物 我小時候讀聖經也沒有留意到 原來為何在那裡賣動物 耶穌這麼生氣呢 耶穌在現在的記載 一輩子只生氣過一次 就是那一次 那一次是為什麽呢 不是有人激怒他 他是去到聖殿那裡 見到那些人賣動物 很生氣 趕了那些人出去 我想過我猜一下 將他們的桌子 那樣子 根據有些圖畫出來 就踢掉桌子 那就是什麽事 什麽呢 爲何他這麽興 買賣動物 爲何這麽大罪呢 以前我想不通 我都沒有留意想過 現在我們都有很多人 買賣動物 年都有的 買多少隻牛 現在你去寵物店 買隻貓 買隻狗 買隻兔仔 爲什麽耶稣這麽慶祝? 以前神父、神學那邊說 給我的印象就是聖殿是不可以做買賣的 他們反對的是商業主義 將聖殿變成很融族的、細族的市場 原來不是 如果這樣看 原來那些動物是用來生湯祭神的 是非常殘酷的 是很慘的 耶穌就說不要犧牲 不要再剖這些動物 神不是要這些東西的你 耶穌就很生氣才趕牠出去 就是這樣 跟耶穌上十字的有什麽關係呢 因為耶穌這樣做 就是斷了大祭司和律法師的財路 阻人法財是世界上最大的罪 所以耶穌就得罪了他們 他們以為耶穌再在這裏搞自己沒有收入 就是這樣 根據聖經《馬可福音》記載 這裏大祭司和律法師得民此時 馬上設計去殺掉耶穌 他們忌憚耶穌 皆因民眾都信服耶穌的教導 這是《馬可福音》十一章十八節那裏說的 原來他們不抵得耶穌那麽多人聽祂說 而耶穌做的事就斷了他們的財路 這樣就大惡了 這樣就抵死了 就是這樣 有一本書叫做《The Lost Religion of Jesus》 《失落了的耶穌的宗教》 《Simple Living and Non-Violence in Early Christianity》 這本書我未看到 很多謝卓文卿提到這本書 我要找來看 他說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事件 即十字架這件事 是建基於基督願為動物權利而奮鬥 這一個就是我去了教堂幾十年 未有一個講導者提出過的 耶穌基督是反對 是唱衰動物憲制 結果就是得罪了聖殿制師 他們覺得他是直接對抗 於是找人抓他 那時候被拉多Pontus Pilate去判刑 釘十字架的 這個Pilot去整死耶穌 有他的政治恐懼 政治目標 跟這些施制不同 施制就是他們自己的財路 好了 這件事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信耶穌會不會多了一個層次 多了一個角度呢 現在我們天天吃肉 天天這樣虐待動物 其實是有多少基督精神呢 那你又說啦 不是啊 耶穌都是五餅二餘 顯神跡派魚給人吃的 耶穌在魚節吃羊 然後在門徒面前吃魚 這些全部都是創翻譯或是偽託的 那我在這裡有些資料 大家可以拿來看的 那即是說呢 如果我們還是吃肉 我們還是這樣養動物去刀呢 我們還是這樣破壞了整個大自然的生態 令女動物死得那麼慘 我們還噴那麼多農藥去弄死那麼多鳥仔 那麼多蝙蝠 那麼多蟲蟲 這些有多少符合基督精神呢 耶穌是不是為了保護動物 而犧牲他的生命 這個可以咬死的 可以傳遞 你可以信可以不信 你覺得是不是誇大了 不要緊要 重要的就是其實基督的精神是什麼呢 他說是愛嘛 什麼叫愛呢 我們這樣去搞到地球這樣 現在這樣 我們這樣去養動物來去刀 其實耶穌會怎麽想呢 好了交給你了 丟個球給大家 多謝你收看 我希望我提出這些想法 對你有些價值 多謝 拜拜